前臺灣各地各縣市共同的規劃 但是我們現在很明確看到中央的規劃 大概對於公立托偶索 包括未來的這個育兒的很多 硬體空間這個部分 對於生意補助的部分 中央在這個部分 是還沒有有一個經費上的益助 所以高雄市政府內部 我想我們姚局長 大概每一次都針對這個問題 一直跟我們做一些討論 那我想我知道 劉遠今天的一個質詢 所以市政府的內部 有做了一個初步 我們希望在明年的1月1號 能夠就把政策 在明年1月1號能夠實施 但是我們在政策上 大概需要增加 大概1億多快2億的預算 我跟劉遠說明 就是說 遠遠對議題這個議題的關係 我們希望高雄市現在在六都之中 生意津貼的這個部分 高雄市顯然跟其他的縣市比起 比較就是偏低 那我們一直也是鼓勵年輕人 是不是最少能夠升上個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高雄市政府 來做了一些調整 第一個我們認為第一胎 我們的生意輔助是1萬 那第二胎也5萬 第三胎我們過去是4萬6萬 我們希望第三胎是3萬 但是其他還有相對的配套措施 也一併來做 就是說跟劉遠說明 就整個對於整個生意津貼的部分 那今天部分黨派所有的議員都非常關心 那高雄市政府也希望跟中央密切合作 如果中央少子挖施公司能夠有更多 在這個部分前臺灣的一個所有 好像不要因地 好像就有所不同 那現在暫時這個階段是沒有 沒有的話 我們高雄市政府的政策就必須調整 就是我剛剛跟劉遠說 我們很謝謝所有的議會 大家共同關心 高雄面臨人口少化的問題 那我們也要鼓勵年輕的世代 真的有勇氣 除了我們育兒津貼 1 2 3 第一胎 第二胎 第三胎 政策上做這樣的調整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對於整個虧營利 公立托兒所等等 市政府閒置的空間 我們做很快速很大的盤整 我們希望在這個部分 我們能夠配套措施做得很好 能夠向劉遠對我們的指教 我們非常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實際來做明確的議題